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爹, 你又給了一點錢給二長 希霖, 做女生要養成一種美德 不要亂問那麼多問題 我不明白為甚麼你經常要給他錢 好嗎? 英雄 你一定是沒心打擾我的小鳥 一經我手, 整隻生晚飯 對了, 我刻薄你的小小小子, 行不行? 吃點水果吧 甚麼?在報紙找事做嗎? 不是, 爸爸現在找事做就收拾了 我看見了一份的 你找到了嗎?找到甚麼? 政府工 肥佬, 政府工好, 金飯碗麵 做甚麼? 不知道成不成, 只剩算了 男神秘, 別說了, 笨 程師奶 麻煩, 當然要吃了 我們最不浪費時間了 程師奶和媚嫂, 她來了, 你快點過去 是不是?這麼快她來了 程師奶, 借你老婆用一晚 姐姐, 我嗎? 是不是? 她是不是做... 小小子 餐了 叫小姐姐 小姐姐 小姐姐 隨便叫就行了 不如叫阿燦過去我們那邊 給我煲了番薯糖水 是啊 去去去去 好, 穿上臉衣 好, 行了 小姐姐, 單眼火, 當時花, 我再開了 你不是早前蓋了嗎? 蓋了嗎? 但是我今天走鬼當, 很容易開了 你怎麼知道? 當然知道 今天早上我去買菜, 看見甚麼都貴 我就買了十元元貴, 怎麼也被我中了 你這個壞蛋, 怎麼不抵下我呢? 為甚麼買十元? 明天早上, 媽, 我走了, 行包 勵仔, 阿芬, 你不用等我門了 我有鎖匙, 走吧 走, 走 十三 怎麼樣?阿燦, 夠不夠? 夠了... 還不夠嗎?我那碗他也吃過 你安樂, 程師奶, 大仔又大了, 畢業了 現在小仔又下來了, 我替你開心 不知道怎麼這麼開心 又沒有工作, 又不懂賺錢, 沒用的 沒用的, 你看阿燦是否相當英俊 你看他一表人才, 又微青木秀 怎麼這麼英俊, 是你稱讚他 他一點都不像我的, 像他的爸爸 對了, 媽 我現在幹甚麼好? 你就跟弟弟玩玩吧 這麼多公仔書, 看一看 紅文 來, 給你看 好 快要來九張, 我欣賞了 這個好可愛 好, 給你 阿俊, 別亂說好不好 拜託你不要用這一鍵鍾情 這麼玉書的字眼 好可愛 不過這個方希文, 確實有幾個氣質 還說 明天釣腰就推你下水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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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好可愛 甚麼時候認識了方希文 我說你怎麼學得這麼八卦 來, 告訴我, 他怎麼養的 還問 好, 不問都行 我告訴你爸爸媽媽 讓他們兩個就唱通街 好啊... 打不打你 救命啊 你們兩個還小嗎 這麼八卦 是個蝦 你們有個蝦是誰 阿哥 喝熱了, 很棒 這麼早就打完派了 我今天不知道多威風 八卦還沒打完我, 贏十幾個 打到他們又上訴也不敢 還是撐好腳頭 一來就帶我贏錢 我就弄點宵夜花給你們享受 不是, 還在幹什麼? 拿一碗出來 拿一碗 來吧 甚麼? 警察剛剛下來了 你不要經常帶她去賭錢 喝喝吃吃的, 讓她學壞了 我有分數了 真的嗎? 阿哥, 你看過我的書嗎? 不要看 那個王小虎, 真好吃 神龍三殿, 滾地龍 真好吃, 給我多買幾本來看 你哥哥怎麼這麼有空 媽媽, 我說現在最重要 就是要幫我撐, 拿回去七分證 如果不是被人抓到的時候就麻煩了 是嗎? 那你明天帶她去吧 如果明天約了阿俊 阿偉, 我和你約了方希文 老朋友吧 是嗎? 是嗎? 我說你現在開心得到腳趾尾 你約了她一間去哪兒? 我們先去釣魚 然後約了她看兩點半 你這個人真是沒有那樣做那樣 這個世界真是好人難做 不要 拜託你不要經常開大膽車 終於有人出事了 淡定, 你的老朋友我做了沒有美猴子 包沒死 要快點乾一點 不要了, 你停車在那邊讓我開 別騷擾司機 對了, 待會兒你先下車 然後找四眼縫 我去泡位, 然後一起去買客 好嗎? 好 你先下車去找四眼縫 我等你 好嗎? 好嗎? 喂, 馬龍 你想怎麼樣? 開車吧 這個位置明明我在拍的 那你對著頭來算怎麼樣 弟弟, 別說這麼多 你現在賠不賠 你撞到我的車還要我賠 小子, 你來了幾個泡 你們別動 別動 你們 我現在告你非法勾打警務人員 不是市標你說 除非你自己說 你所說的話 將來可能呈堂作證供 你明白嗎? 我不明白, 你放開我 放開我 甚麼事? 好像進出了一張事 讓我看看 Sir, 甚麼事? 小方, 他現在抓我回去警署 阿神, 我是他的朋友 我可以跟他一起去警署嗎 怎麼樣?阿俊跟人撞了車 我現在也不知道是誰 不過他沒有牌子 我想他一定會有事 那現在怎麼樣? 我現在先跟他去警署 你叫他姐姐來吧 阿俊 糟了, 忘了多少樓 你到底找多少樓? 我就是忘了 到底這個朋友姓甚麼? 他姓何的 姓何的? 這裡這麼多業主, 沒一個姓何的 不是吧, 我朋友說姐姐在上面住 他的名字叫何盈, 我上過他一次了 總之我不管了, 我這裡沒姓何的 問你多少樓, 你又說不出白狀 爸爸, 不如我去等他回來 不行, 我又不認識你 那怎麼辦, 不如你先去打個電話 我朋友不在上面住的 我沒有上面電話的 沒有上面電話, 那怎麼辦 你怎麼搞的?不要了, 那你先去打個電話 爸爸, 我找他真的有重要的事 不, 每個白狀都是不說的 爸爸, 你真是野蠻 我是來找人, 甚麼白狀 我說你是野蠻 找你的牌子, 哪有想法就說不出 何小姐 你是… 阿偉, 我上過上面一次了 是呀, 不好意思, 差點不認得你 阿俊不在上面 我知道, 阿俊出事了 為甚麼我們不馬上去警局 警局不是把警局放出來 可是如果有案底 對他出國有影響 我看他對他的事不對 阿俊無牌駕駛 他最少會有幾條罪 現在我們送他做甚麼 我先打電話 你喝茶吧 謝謝 阿俊真的沒事吧? 我當然沒事 我姑婆 姑婆 謝謝 阿俊, 請你 聖賀他知道 有這種事嗎? 那兩位警察都算夠膽 到今時今日還敢搞這種事 沒事的, 我幫你搞好 再見 來吧 陳Sir 陳紅 你來了, 西安鳳 阿俊的姐姐你見過, 賀小姐 見過 阿俊現在怎麼樣? 讓他們靠住 他們說待會兒可以擔保 賀小姐, 抓他們兩個 怎麼樣?小小姐 Sir, 其實是誤會 誤會?旭阿Sir還說誤會 你是誤會得過 請問兩位準備控告我犯了甚麼罪名 嘔打警務人員, 阻差辦公, 救了沒有? 賀小姐 小姐 陳先生 你們兩個跟我進來 閉門 Mister 老老實說, 是不是你們兩個動人 不是, 他比較囂張 你們兩個別以為駝鐵就有特權 我告訴你, 如果再有下一次我撿一隻 他... 現在想想有甚麼辦法搞定他更好了 是 阿俊, 阿俊, 姐姐 你沒事吧? 沒事, 沒甚麼事 不過我頂著一條氣而已 算了, 下次別這樣 謝謝你們 傻了, 不用客氣了 霍小姐, 真的對不起 大家一場誤會 兩位, 謝謝 千萬不要這麼說 我們誤會了俊哥 俊哥, 明天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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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說明天喝茶 我還沒喝茶 我乾杯茶 你休息一下 就是你 來吧 你不要走 那不是你呀 如果有案底, 怎麼辦? 姐姐 你博士我才行不行? 好… 阿慧, 你吃飯了嗎? 吃飯了 想來我煮麵你吃吧 好 阿俊, 你回來了? 姑婆, 沒事, 頂來吧 好… 阿瑩, 阿熊, 來了很久嗎? 他來了幾個小時, 等你嘛 姑婆, 你煮兩包麵, 給他們一點汽水 肚子餓, 姑婆 阿熊, 你先進我的房間, 我一會兒進來 隨便吧, 別客氣 行了, 不用客氣 不會弄得我很驅足 我知道有時候的壞習慣很難改 你朋友來了, 招呼他了, 不用理我 阿俊不會吃掉我的 是呀, 姐姐, 你先進去吧 你出來, 我已經煮熟了他 留給你吃 好, 你們先坐下 我姐姐好人 阿熊, 你這樣不是辦法的 我也知道, 可是我還要熬下去 這間夜總會這麼大, 雕了這麼多裝修 就這樣叫我撿了他, 我怎麼都捨不得了 為甚麼生意會這麼淡 現在的日式夜總會就越開越多 人家旁邊有洞路多, 找到那些小女孩做小姐 你知道吧, 現在的客人 十個穿了九個, 都是很厭尖的 而且, 我這間夜沒人照顧 只會鬧事 那這個東哥在台灣怎麼樣 別提他了 他自從過去那邊之後 就整個好像死了一樣 你知道, 我的檔灘是靠他看的 誰知道他現在連封信都沒有回來 丟下的檔灘, 我來收拾了 我想你現在最大的麻煩 就是找不到人看場, 照不住 現在唯有見步行步 我能力有限, 只能負擔這麼多數字 你不怪我 傻瓜 你沒做小姐這麼久 還整天照顧著我們姐妹 真是一百個之中都沒有一個 又比高母我大 我想你去看床那方面想辦法吧 我也走了, 有事給我電話 好, 好 再見 再見 家傑, 你說六明我們吃 現在還沒有請獎 現在姑婆煮得不好吃嗎 好, 甚麼不好, 姑婆 三點鐘要吃, 甚麼鬼都好吃 三點了?你約了方卿明幾點 我還說兩點沒接她 我們要趕去 姐姐, 我們先走了 先走了, 姐姐 再見 姑姑娘 不想 快點 我還說三點了 好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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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飯的時候你沒說去外面 現在三點多了 別看了, 被人出賣了 這些人順道的一成都被他買非洲 Joe約了我們去打球賽 誰是Joe? 阮旗昌 還有誰? 淑賓, 看看媽媽的網球爭不爭 你真聰明, 像金夫人一樣 真的嗎?我找了很久了 其昌呢? 未來, 先坐一會兒, 反正外面這麼曬 楊先生, 請我來 謝謝 謝謝 喜文, 在家沒有去外面? 沒有 你的朋友會不會失約? 要不要跟我們一起打網球? 不要, 如果我出去, 他們來到就要摸門釘 那他們遲到了多久? 一個多小時 一個多小時?摸門釘也值得 人家都不願意去, 為甚麼要加盟去? 反正這陣子很缺少運動 不如你等我上去換衣服 快點 不知道叫這麼多人去幹甚麼? 乾娘, 人多點熱鬧點 待會兒我跟人打相打 我沒有水 我沒有水 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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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崩叫狗, 熱叫越走 阿崩, 明明見到我們也不停車 我們遲到比較離譜 大哥, 你們更離譜, 還沒付錢 走… 快點 快點 欸 抓完 快點 快點 來, 走 震頭的橡筋, 總是像腰一樣 裙子脫著, 腰子脫著 我不是這個意思, 要穿得很緊 媽, 我也叫你買二十九吋裙頭 媽, 哪有二十九吋的腰 我只有二十六吋半 她給了一條二十四吋我就真的 穿得這麼緊, 我說她給了一條二十吋的 你就真的 那就知道了 不行, 下來沒有打, 手腳硬了 打得不錯, 不夠氣 那就夠了 齊昌, 帶我熟君玩玩 好, 玩一個 嗨, 光太太, 怎麼這麼巧 是呀, 我打網球, 當是運動 多打網球是對你好的, 可以減少 你也好, 這麼清瘦, 還可以來打球 打網球這件事, 盲中中也不行 要找一些技術高超的網球教練 教你才行 我差點忘了介紹 這位是Peter 我專程在英國請她回來教我打網球 乾媽, 不介紹一下 是呀, 這是孫太太 我乾兒子遠其昌 孫太太 幸會 孫太太, 剛才打一場雙打 你跟Peter, 我跟乾媽 那有甚麼好 不如鄧雲一點 一面倒, 沒甚麼興趣的 輸贏沒甚麼所謂 我只是跟Peter學一下 你喜歡就沒甚麼所謂 Peter, 這位 是 齊昌, 不行的 行了, 待會兒我打多一點 你等我把球靠近身邊才打 OK OK 你知不知道, 阿Joe的技術不錯 孫太太, 這次很笨 阿Joe一定是在越南亞打個代表隊 我來 等我來 我來 還是在越南亞打個代表隊 好, Peter, You're really good 早就聽孫太太說鄧雲的人打吧 現在一面倒沒興趣的吧 你們慢慢聊, 我去和矮那邊 齊昌, 這次你給我出了一口氣 幸好 李契哥很適合你媽媽開心的 他一向都不適合別人開心的 你媽媽真棒, 媽媽真棒 主席就是主席 齊昌, 這次來香港 你有沒有打算找到甚麼去做 還沒的 不過我想看看 目前香港珠寶行業的情況怎麼樣 怎麼樣 其實來我玉福幫忙也好 如果有這樣的機會, 就最好 我今晚跟阿維浩說 乾杯 好, 兩個都不接電話 是, 方希文小姐是嗎 三小姐, 你電話 好, 找她貴姓 請問你貴姓 姓程 姓程 說我睡了 程先生, 他睡了 麻煩你明天再打過來 怎麼不接電話 耳朵三聰 幹甚麼 你幹甚麼 你這傻丫頭, 一定是來教我的 你幹甚麼 大嫂 你幹甚麼, 你怎麼嚇到我 沒事吧 沒事 我以為希文是她敲門才有這麼多 那你也說我是多多 不是, 坐 我 已經迷到門了 甚麼事, 大嫂 你覺得奇昌為人怎麼樣 挺聰明的, 要不是西貢的生意 她不會搞得好 她回來香港還沒有工作 我想叫她進總行幫忙 奇昌 目前總行沒有甚麼位置適合她 那個營業經理就退休了 是呀, 但目前仍然在 而且營業部這麼重要 我又不想讓她香港不熟悉的人做 她做就熟悉了, 奇昌做這行的 大嫂, 我們公司用自己人都用得太多了 這樣做就變成員工沒法折腥了 是呀 那你也說我好叫女婿入玉福 二少爺 我雖然是掛名的, 還是叫董事長的 好, 你要怎麼做就怎麼做, 我得董事長 那我先叫奇昌做你的助理 跟著你三個月, 這樣也行了吧 好吧 我替你弄好了 有時間你就想上玉福 我安排你做為好的助理 那真的謝謝我 不用, 但是用心做 不然乾媽被人說就多放一個黃話 這層你放心也行, 我一定會用心做 對了, 中秋節你不是要辦派對嗎 是呀, 但我都不亂 我都交給你熟華熟未理 要不要我幫忙 不用, 下午有空陪我去買料做衣服 好 你好 再見 謝謝 不知二少爺怎麼教女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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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幾個女兒就差得遠了 今天很熱吧 對不對 我是特地來向你道歉的 我今天早上九點鐘在這裡等你了 那如果我今天早上去門口 你就等到變化石 我不會白癡到這個地步吧 其實沒甚麼好道歉 遲到也是你的習慣 其實兩次都是意外 昨天阿俊出了事, 搞得上警局 搞得下就遲到了 上警局, 何俊賣白粉的 不是, 他跟兩個集車爭車位 煞氣氣上來 就被人抓到警局了 現在還有這種事嗎 很難說 上一盡幸運, 他姐姐認識裡面的人 其實昨天你應該見到我們 你剛才不是說來道歉嗎 好, 我接受 不過你要陪我去那地方 甚麼地方 你不帶我上來 我也不知道有間香港電影文化中心 我跟班中的電影的朋友 經常都在這裡隨便 今天有電影看嗎 這裡有甚麼好處 我們不如喝杯茶, 好嗎 喝茶?哪有空喝茶 我找你來幫我托菲林 托菲林? 好, 我們就有套德國片 預備拿到藝術中心放 我們都是自己托片的 你以為我找你來幹甚麼 沒有, 是托菲林 希文 神龍歐, 又說肚子不舒服 沒有, 想一想你托不行 就回來看看吧 我找到一個大力士幫你 你好, 我叫他歐神龍 有人叫他神龍歐 程衛 對不起, 我… 他是… 他是我的朋友 他人沒甚麼好處 不過他比較奇怪 有時候是神龍見手不見尾 所以人人都叫他神龍歐 幫我把這些搬出去 請問, 小女的辦公室在哪裡? 你過去問那位小姐 謝謝 甚麼事? 我送你一位小姐 你有沒有約到他? 先生, 叫我來 好, 請幫我來 進來 先生, 有位先生找來 梁哥 我想在公司裡 我們無謂稱呼得那麼親熱 你叫我先生, 我叫你遠先生就行了 是的, 先生 我現在帶你去你的位置 先生, 那個房間一定是方先生的 是, 所以我特地安排你坐這個位置 這張似乎是秘書桌 你跟阿咪打對面坐吧 你好, 我叫阿咪 我叫阿咪 我叫阿咪, 遠其桌 那豈不是租運? 甚麼都做完就好 可惜做甚麼做不完 阿咪, 你挺有幽默感的 看看對著哪一個吧 阿咪, 你請了助理嗎 不是 阿Joe不是我的助理 是阿方先生的助理 阿Joe, Hello Kitty Hi, 阿Kat 你怎麼坐在這個位置 方先生... 奇昌, 你怎麼坐在這裡 是呀, 阿梁哥叫的 又不是沒有地方 阿梁哥不是工作的 稍後我叫他跟你調我 謝謝, 二叔 現在我帶你去看各部門 稍後叫阿柏強 帶你去看這份行 好 阿爸 阿芬, 你是誰來的? 沒有, 以後都說吃午飯到死 是呀, 想找你陪我一起吃飯 好呀, 反正現在沒有生意 我陪你出去吃午飯 好呀 楊先生 小叔 我幫你們介紹 這位是遠祺昌先生 是方先生的助理 楊先生, 小叔 是 這個是我的女兒, 阿芬 程小姐 是 朱先生, 遠先生 程小姐 我的女兒在旁邊坐著文明 她過來找我吃午飯 小叔, 那你去吃午飯吧 我們帶遠先生過來看看 有時間, 媽媽也不晚 不要餓親的女兒 好, 我們去吧 拿給阿爸 吃 阿爸, 吃茶 好 阿爸 下午那個遠先生是誰來的? 可能是那些皇親角色 問甚麼? 隨口問問而已 不會隨口問吧 是八仙人的, 很可憐 媽媽 你吃甚麼飯也不回來吃 大哥 阿燦, 一放下飯碗你又去洗頭 好嗎? 阿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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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找到幹了 阿燦, 你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